伴着刚才前辈刘天华的光明乐声 为大家照亮了今晚的阿尔湖世界 在阿尔湖的发展历史当中 虽然它只有一千多年 但是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 在中国的民族企业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发展的最好的一件乐器 那么从刘天华阿炳这一代宗师的开创 到今天这一百年有着飞速的发展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的演奏家 我们的教育家 我们的作曲家的职业创作的介入 也大力推动着二胡的发展 下面请大家欣赏 由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先生 创作于六十年代的一首二胡名曲 三门峡唱响曲 担任演奏的是我们新一届的 二胡学会的三位副会长 一位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涵阳老师 还有天丁音乐学院的林聪老师 还有来自四川重庆歌剧院的刘光宇老师 有请三位老师上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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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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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